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三之四范例四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问题 那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他是这样子 邱比特随便一个人 这个名邱 姓邱明比特 将弓箭瞄准 述上小猴子手中的苹果 那建立坐标系如图 他的箭一开始是在00的位置 那小猴子与苹果是在129的位置 那么建立坐标系如图 那发射时候的 箭发射时候的速度是15 每秒15 然后而且这个图上告诉我们 他的发射的阳角是37度 在发射的同时呢 猴子也当苹果自由的落下 也就是说他是从静止落下的意思 那不考虑主意 重力加速度为10 则当箭的水平位移是12 当箭跑到了水平位移12的时候 经过多久还有他的位置坐标 那他这里已经写水平位移是12了 那他一开始的位置 他一开始的位置是0 所以水平位移是12的话 就是00 然后再加上120 所以他会跑到 他会跑到120 可是呢 这只是只有加水平位移而已 他还要加千值方向的位移啊 那千值方向的位移 要怎么算呢 那就需要千值方向的速度 那我们来看看他千值方向的速度 我们要把这个初速度分解 他有给我们角度了 所以我们可以分解成 千值方向的分量 用初一点没关系 千值方向的分量 这个是V0sin37度 V0是15 那sin37度是3分之5 所以乘起来是9 可是他向上的速度是9 弯错了 向上的速度是9 那水平方向呢 水平方向的话 就是cos37度 啊cos37度还要乘以 还要乘以15 所以结果是 15乘以cos37 5分之4 结果是12 所以当他的位移是12的时候 他的Y方向的位置坐标是多少 那我们要先知道他花几秒 花几秒到12 他有四个 有四个公式嘛 那就是 千值的位移 是V0YT-1GT平方 水平的位移 是V0X乘以T 那千值的速度 是V0Y-GT 而水平方向的速度 则一直都是等数运动 那我们先知道水平位移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 知道水平位移是10 12 然后重力加速度是 我们不用重力加速度 水平位移它是固定的 那它是12 这里 水平位移就是12嘛 每秒12公尺 所以 它的时间就是1秒 花了1秒到了12 也就是猴子的正下方 因为猴子本来就是在129 所以它的X位置是12 所以1秒之后 键它会到猴子的正下方 或者它可能射到猴子 或者它可能射到苹果 那我们要算算 键它的Y方向的位移 那Y方向的位移就是 Y方向的初速9 乘以现在是1秒 去减掉1分之1乘以10 乘以1秒平方 那算出来的结果是4 所以Y方向的位移是4 所以现在呢 已经水平位移是这样 再加上Y方向的位移是04 这个是千值方向位移 千值位移 所以结果是124 最终它到了124的位置 这个就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是要问苹果 苹果的位移呢 那苹果它是从禁止落下 所以它的位移就是2分之1Gt平方 所以它的位移呢就是 本来应该是2分之1Gt平方 那现在这个A我们就是负G 为什么要用负的 是因为我们刚刚这里是减10 减10 所以我们是把重力加速度向下为 向下为负 向上为正 所以我们的苹果也是向下的哦 所以我们的重力加速度就写负G 那我们就把数字带入的话 就会是负的2分之1乘于10 一样是1秒 所以结果是负5 所以苹果它的千值位移呢 苹果它的千值位移就是从129 再去加上0-5 这是它的千值位移 所以结果最后苹果到了124 这是第二小格 所以一秒之后 其实苹果和这个键 会到同一个位置 所以最后其实是神奇的射中苹果 神奇的射中苹果 而不是射到猴子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你从苹果看键 从苹果看这支键 那就相当于是 我们只看歪方向了 因为水平方向苹果没有动啊 所以水平方向它看到键 就是以12的速度结定它而已 那我们如果看歪方向 这就是千值方向的话 那苹果的位移 就是这个 苹果我们就写果 然后 前一个 这个是键 那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我们如果要算相对运动 谁 由谁看出去 那个谁就要被剪掉 所以现在是由苹果看键 那就是由苹果去剪掉 由键去剪掉苹果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的 键的位移 那去剪掉苹果的位移 那键的话我们就写Arrow好了 因为我要在这边加一个下标 代表它是 这样不行 因为苹果也是A 那苹果用大A好了 好小A的位移 小A下标是键 那键的位移就是 V0YT减2分之1GT平方 苹果的位移则是 负的2分之1GT平方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两边都有2分之1GT平方 对不对 两边都有2分之1GT平方 那所以这个相减之后 其实2分之1GT平方会不见 最后就剩下了 从苹果来看 键 就会看到它是 V0YT 就会看到它是 以V0Y的速度接近它 这样子 那水平方向的话呢 水平方向因为苹果没有 水平方向移动 所以它看到的就是V0X 乘以T 这样子 好那 所以其实因为键呢 它有往下掉 苹果也是同时在往下掉 都受到了重力加速 所以其实两个都在空中在加速的话 而且又是同时释放的话 那其实它们两个彼此之间相对加速度是0 相对加速度是0的话 看彼此就是等数运动 所以其实苹果看这个键就是等数运动 所以它就会走直线 苹果看这个键其实是会走直线的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 各位仔细的去看它 也许你就可以更了解它的内涵 那这个动画有放在Google Classroom上 那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我们重新给它 重新给它发射 好我已经把它设定好了 我设定成跟这一体的数字是一样的 然后发射 然后我们把时间调到一秒 就是一秒之后你就发现 你就会发现这个键 红色的这个键当作是我们的键 它就跑到了12的位置 然后刚好就是苹果也掉下2分之1的平方 那键也掉下2分之1的平方 不然的话本来键应该要走这个 斜斜往右上的这个VT 如果键是等速度运动 它应该是走这个VT 但是它有受到重力的加速 所以它同时有一个向下的2分之1AT平方 而苹果也有这个向下的2分之1AT平方 所以相减之后 这个2分之1AT平方就不见了 只剩下这个VT 所以苹果来看键 它就会看到 它是以VT才接近它的 我们再回溯一下 回溯一下 回到1 好那就讲到这边了 自己可以来操作看看这一个动画 好 好 好 1 20 1 2 2 2 3 2 4 5 5 6 4